2018APEC會議主辦國 巴布亞 紐幾內亞 八成人民以靠農業為生 但耕種方式原始 近年來台灣技術團 在當地辦學 教導農民先進的農業知識 以及耕耘技術 提升產量和品質 每年初一月開始 然後我們大部分會安排 這農場的作物整個重情 然後大部分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一個土壤的修養 或是給它耕耘 最主要它沒有工具 那麼都是在住家的周邊 隨便挖一挖就種了 那麼我們教它的方式就是 你要先耕耘 耕耘了以後再來種 這樣子比較有一個 整體的規劃 最起碼有一個整地 所以在一個基礎上改變了以後 它所種植出來的一個產品 它的品質就提高了 所以它賣到市場上 被接受的程度就提高了 另外它的產量也比較好 台灣技術團每年指導 將近三百位當地農民 課程結束後 還會依據農民居住的地區特性 贈送適合栽種的蔬菜種子 其中還包括當地較難取得的 西瓜甜玉米 信念中心這裡我們設置了示範埔 那麼示範埔有種植一些作物 例如甜玉米 大豆 以及一些的蔬菜 那麼供受訓的農民可以來參觀 那麼參觀之後 他們回去以後就按照我們 要它的一個種植的方式來栽培管理 2015年起 台灣技術團在巴紐設置了 南北兩處農民培訓中心 執行為期六年的合作計畫 期盼能夠協助當地農業 提升為半農業 半商業 進而建立產銷系統